终一名70岁的阿嬷来到医院看诊 结果碰上了诈骗集团 向她兜售灵芝药 还说吃三个月就会能完全根治高血压 就这样她被骗走了六万块 叫车缓缓使劲民宅 下车的阿嬷手上提着一个纸袋 走进家门 却是要拿出白花花的六万元 给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成员在等待阿嬷时 还走到附近便秘 等待即将上钩的大鱼 阿嬷一出现 马上殷勤招待 再把阿嬷再回医院 阿嬷只说自己实在很笨 拿出这两罐药 就是被诈骗集团说服 花了六万元买下的不明药品 阿嬷表示到医院看高血压 遇到有人向她兜售灵芝药 表示三个月就可以根治高血压 现金不够 还有专车在阿嬷回家拿钱 三个就会好 不然她都说我要吃几四个人 我怕给我 我都不甘药 我吃什么呢 我胖又不甘药 一只五块 仔细看这两罐号称的灵芝药 上面没有药品名称 连成分 适用症状 制造日期 制造商 都没有表示 两罐不明药品 却药价六万元 罐要买回家后阿嬷越想越奇怪 打电话要退货 对方却立不见面 阿嬷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赶紧报警 警方调阅监视器 比对车牌 却发现诈骗集团 疑似用疗养院病患 当车疾人口 想起平时省吃减用 却一下子就被骗走六万元 这药阿嬷一口也不敢吃 只希望警方能赶紧找到 这诈骗集团 避免更多人受骗上当 中文字幕 李孟章 李金文周易德 台中采访报道